大家好 欢迎收看CT GAMING 黄金书幽影流程攻略的第15集 今天呢 我们将会完成 这个废墟的部分 然后一直上来 还有这里的这个地下目的 这里还有一个BOSS 好的 那我们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把时间调整中午 比较容易看一点啊 然后接下来呢 对啊 我们直接传送过来 废墟附近的这个赤福点 到了赤福点以后呢 我们先过来这里啊 这里是可以拿个灵灰的 去灵灰的路上呢 把经过废墟这里呢 先清理一下 敌人可以打开地图给你们看啊 哎 这里呢 是有一个 石头可以捡的 前方还有石头的 是有一个 把别人清理一下 哎呦 又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啊 对 是在这里的 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这里呢 这里呢 要往左跳一点 就可以上来啦 继续再往标记的这里走 走 到了以后我们拐右了 跟着边边走呢 就会看到这个灵灰了 啊 好烦啊 这些东西 我先把它打掉啊 哎 他不过来是吧 灵灰的位置在这里 拿完骨灰呢 我们就在 这里标记一下 那里有个东西拿的 发生点意外啊 我们 哇 在那里死了 那里呢 有一 那很烦的狗 跟魔法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的 走到差不多 开始看到敌人就可以下马了 慢慢清理了 那不然你会被狗包围的 在魔法都依次包围的 有些被打 我用圆圈把这些法子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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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拿完以後呢,我們就可以往廢墟這個方向走了 先標記一下吧,到了以後呢,再找這個入口給你們看 好,到了這個位置以後呢,再往前走 就是這裏,這裏有一個狗洞爬進去的 就在地圖上這個位置 進來以後呢 我玩一下新骨灰吧,這裏可以上骨灰 先把狗處理掉吧 我是把這個,上一劇拿到了這個魔像生滿的 藍不夠 需要這麼多藍呢 好吧,那就沒辦法也吃了 那我還是用大哥呢 在第一層呢,需要兩個東西可以拿 地圖上的這個點,有一個石頭 為什麼我的地圖被解除了 好,外面有敵人 好吧 回來,樓梯旁邊呢 這裏呢,還有個東西拿的 這一些應該是剛剛敵人掉的東西 好 然後我們上樓梯 上樓梯 對,這一邊呢 就有一個人頂著鬍子 動作快一點了 打到 打到以後呢,有東西拿的 然後我們 跑到屋頂的方向 屋頂的方向呢 下面有一個很短的平臺 我們跳的慢慢跳 這裏呢,如果你 跟過我的偷跑工業呢 是在這裏拿到我碎片 碎片就在這裏 好啦,這裏拿完東西就可以往回走了 到對面的樓梯上去啊 我們可以換一點 加傷害的裝備 前方呢,會有一個絞彰式的 絞彰式 讓大哥上去跟他打 記得撿這個了 來了 好 正開一個火焰 兩個火焰 OK 哎呀,掉了個頭盔 然後我們跟著樓梯一直上去 打開箱子呢 我們是有一個新的 護符啊 就是這個雙手劍護符啊 在我們雙手供持武器的時候呢 增加10%的傷害啊 很可惜啊 這個傷害是不加在戰技上面的 嗯,這邊應該沒有東西的 好 好,那我們就傳送回來這個伺服點 那這邊的東西都打完了 嗯 嗯,再把時間跳到中午吧 接下來的部分呢,我們要準備遠程傷害 因為有很多會放蟲屍的 那些皮皮下啊 很容易被秒殺的在這裡 如果你是跟他們近戰的 因為他們是 兩三隻聚在一起的 而且放的很密集在這裡的怪 哎呀,我就把我往常火焰的這些 禱告呢 再放一起吧 嗯 從屍屍屍也可以帶一下的 不過我還是想帶一個範圍的大招 要不從屍屍也拿著吧 啊 把我的傷害調整一下 增加火焰傷害 增加 蓄力時候的禱告傷害 哎 沒拿啊 我居然沒拿這個護符啊 這個也拿一下 這個也拿一下 ok 好了,現在我們就往北邊走了 我撿到東西 我才來看地圖給你們看吧 我檢查一下這個聲音機是280的 祷告加成 這個是295 先用295的 馬上就有三隻了 有大盾打他們會舒服一點 啊,因為他們一個防禦環境就會倒地的 好,這裡打到三隻 我們往西北的方向走 千萬不要靠右邊了 右邊有一堆的 現在還看不到啊 不過 慢慢走 一直上去 這裡有 熟墓 他們的火燈還挺高的 哎呀,這裡的敵人也清理一下 那邊還有一隻 那邊還有一隻 好,抖木鳥黑與鎧甲 那這個呢,是增加我們挑P的傷害的 它的效果呢,是跟本體的那一件呢 是一樣的 但是呢,好看很多 然後我們在原路返回啊 現在呢,又看到有更多的這些 古蟲屍的敵人呢 非常的麻煩 哎呀,我們在這裡 慢慢把人清理掉吧 蟲屍來了就躲 這樣一隻一隻慢慢打是最好的方法 啊 他們那個蟲屍啊 如果是好幾隻一尺一放的話 很容易把你秒殺的 哇,那邊又有三隻 趕快把這一隻打掉 好,只剩這一次我們就上去打了 好,只剩這一次我們就上去打了 哦 還有敵人在鎖定我在哪裡 對了,剛剛這個位置還沒有給你們看 我還在鎖定在站動 還沒有 衣服的話呢,是在我地圖上這個點 然後我們往回走 下斜坡,清理敵人 然後我從這裡呢 我們是往 東北方向啊 看清楚附近有沒有敵人 沒有啊 這裡呢,是有一個山洞的 我打完 拿完東西我再給你看位置啊 這裡有很多毒的陷阱啊 好,拿好製作筆記 這個製作筆記在這裡 好的 然後我們從洞裡面出來呢 一直往前方走呢 在中間的這個祭壇還有一隻的 他旁邊有東西拿 可以偷偷走上去 送他一個被子 送他一個被子 可以偷偷走上去 送他一個被子 好 這裡拿點藥 在這裡這個點 然後我們往西北的方向走 在這裡應該會看到一個小水 但是呢 他的右邊呢 有一隻怪躲在那裡 好 好 他在腐敗蛇裡面 好 拿到新的戰灰雙刺毒花 是在這裡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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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呢 我們往東邊走一點點 會看到一個角戰士的 是在這裡 放個大盾 有意思 我們要吃一個小黑 沒求 OK 繼續往 到東北方向,走到對面呢,我們就拐左 這裡呢,是有一個赤斧點的 丟在這個位置 右邊這裡的鏡頭 好了,然後呢,我們在地圖上呢,標記一下啊 頭心是這裡,然後是這裡 這裡要打兩頭熊,這裡要打一個熊的boss 對,接下來的部分非常刺激 然後我們就需要往大概啊 這裡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地下目的的 我也不要記一下 好的 我們過去之前呢 我們先製作一點這個 叫做永炎弧啊 打熊的話呢,用這個弧很好用 打boss也可以用這個 而且呢,如果你叫大哥的話呢 大哥還會幫你丟這個 而且不靠你身上的 有的數量呢 所以非常好用 好的 那把時間調到晚上呢 然後我再看一下我的 技能呢 有這個火焰火力 然後用的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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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還可以再提升一下 嗯 有什麼可以提升的呢 老高傷害吧 對了 右手還可以再拿一個巨人火焰的增加傷害 嗯 哦,我已經拿著了 好 哎呀,我的聲音技是加24的 那我很快的回去圓桌廳堂升級一下啊 好,回來了以後呢 時間調到晚上啊 OK 我們先往第一點走吧 先打兩頭熊 嗯 嗯 帶一個可以拉怪 哎呀,那時候會中 走的話就拿隨便一點 這個 還是不中 那盾牌的話就拿輕一點的唄 好,我先往一號點走啊 我們靠右一點啊 不要直接往那個點衝了 上這個斜坡 然後 那靠近呢,會有兩頭熊 守在這個像石堆 遺跡的 他們呢,是躺在一起的 啊 不要讓他們靠得太近了 不然你要同時打兩頭 而且他們呢 攻擊慾望非常高啊 你拿完東西會被兩頭熊追著 前面會有Bot 所以 啊,不是那麼好玩啊 把他擰過來 然後再準備好這個 這個 壺了 哇 我的壺還沒裝啊 不要學我啊 把壺裝好了 丟你一個 要隔壺一格就會睡著 然後隔壺一格就會睡著了 發血不滿 要帶他身邊 一大招 燒著 好吧,還有一隻的 我們拿東西要小心一點的 好了,撿完這個東西,我們靠近第三個的時候要非常小心,那一隻就會醒 我們準備好用棉壺,要確保自己有難用 然後就直接對他丟一個吧 哇,還是被他抓住了 好噁心啊 我在這裡其實是死過好幾遍的 發生了一點意外 哇,換武器來打了 好,起碼打完以後他們會回你一點 那個什麼 雪 那我只剩下普通的睡棉壺呢,也能用的接下來的BOSS戰 沒事的 反正交給大哥丟吧 這一個呢,是可以叫大哥出來的 你要他睡著的時候呢 大哥是會停手,不會把他拔起 好啊 確保身上呢 能丟的東西呢 只要這個有棉壺啊 或者是睡棉壺 哇,他已經看到我 能不能把 要我把大哥叫出來嗎 不過來 那我把他拔起 好啊 那我怎麼可能會被你掉 好啊 那我把他拔起 好啊 去吧 大哥会丢这个东西的 睡着了 等他完全睡着 靠近放大招 哎呀 那看来我只能 打法了 看来永连弧才对他有效啊 如果他 是熊的 没有很难对付 已经打了他这么多熊的你看 火焰对他伤害还算没错的 所以打普通的熊 永连弧跟这个吹牛虎 也有平的 反而是这个熊boss 不能 不能用 唉不管他了 我们先 好了第二点也打完了 第二个就是打boss的地点 然后呢 再往西南方向 拍一下这个 东西 这个东西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应该是有一个制作笔记的 对了 就在这一大坨 东西上面 然后我们往第四点 出发 这里有点高啊 我们往有飞的蝎子这里走啊 下来以后马上拐用 一些飞的蝎子 那些大的蝎子还不够噁心呢 还要搞一点飞的 哦 这里有东西捡的 你就这条路上啊 这里有好多恶兵了 我就 算了这个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道具 错过就错过了 不管他 你顺路捡就捡 你不顺路捡 也不用特意去捡 好的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 切河地下墓地 我现在很快的升一下集 啊 对了 刚刚呢 是露了哪一套衣服的 他大概啊 是在这里 那个位置 现在带你们过去 那里呢 是有一个套装的 刚刚查笔记的时候呢 查漏了 穿过这里 我们刚刚拿到内地的地方啊 在这里上来 对 这里是有个亮点的 拿到这套荣誉套装 然后我们再传送回来 这个地下墓地 接下来呢 我非常建议啊 你把这个护符拿出来 是减少 这个死亡累积的 然后我顺便把其他不用用的护符给整理一下吧 嗯 嗯 嗯 天装住就其实也不需要 这个可以不要 这个我也没什么用 我是丢倒到的 啊 这个晚点再用 ok 很快的装一下啊 这里呢是有一些很大的机关呢 看起来像两颗大眼球啊 你被那颗眼球看到的话呢 你会慢慢累积 应该是很快的累积 这个死亡属性呢 累积满以后你是马上死的啊 所以我们还要准备一点这些死亡材料 里面还可以剪的 那我有三个我在做制作料 那就好了 好了 准备好就可以往里面走了 这里有个大炮 打掉打掉 还是用大盾 好 然后继续往里面走 先把这一只引过来吧 我们不要走得太出去啊 在对面呢 你会看到一个像青蛙的那个雕像 我们靠近的那个眼球就会出来的 小心一点 我们先靠左啊 走到这个房间 这里有偷袭的 这里有偷袭的 好 打完拿东西 出去拐走了 我们这里动作快啊 要冲了 桥上是有一个敌人呢 我们可以不管他啊 这个是在累积这个死亡伤害的 走进来再打这个敌人 这一种叫做小恶魔的 打下来以后呢 右前方就有一只 哎呀 真奇怪 为什么有时候是打不绝 我觉得 我先在这里留一个信息啊 因为要小心 右 对啊 如果你打开这个多人联机游玩 然后呢 在这里输入我们的群组暗号 CT888 你就可以看到群组其他人留下的信息了 而且呢 他会有BOX加成的 好 接着往前走 刚刚这里有一只怪 好 跟着路走就行了 接下来没有刷路 这里左边要小心 哎呀 被他们卡得到 我很快啦 在这里写一下 然后呢 下来以后呢 前方还有一只 然后呢 好奇怪啊 不是百分百可以打出土石的 看看啊 这个的话伤害有点高 好 看腿子吧 好 继续跟着路走 了 这里左边有个炮的 哎 又可以用左边的墙 挡一下啊 好了 拿一下蘑菇再往下走 那 这里呢 我们先进去面前的房间啊 我们可以准备一点这个 结晶飞刀 他远处呢 是要有一个炮的 右边呢 又躲了一只小鬼的 小恶魔 然后 然后他就会去打另外一只 哎呀 诶 右边不是躲了一只呢吗 哦 对 你看他们 现在会互打 很好 为什么他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呢 嗯 还是看一下灯吧 好了 我们出去这个房间 然后就可以拐左了 小心了 这里开始会有陷阱的 马上从左边可以顺便捡东西 好了 然后前面这里又有一个啊 然后对面是有士兵呢 有可能要远程 可以把他们拉过来一下 啊 还是装这个蓝 可以陆地吧 啊 这里 把他拉过来 哎呀不够远 不够远的话呢 我们先触发一下线 来了 躲一下这里 再往这边走 这里应该就安全了 好 然后这个黑骑士可以上去送他一个被子 OK 这里要有一个新的骨灰可以拿了 然后我们这里触发一下陷阱 好 跑到这个梯子这里 然后走到这个梯子这里的我们先不要爬上去 刚刚想起呢 有个地方好像是可以跳下去 啊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里的 啊 不少听到这里是有揍完了 啊 嗯 如果你有去受火把的话呢 可以用一下 没有的话就算打也打得过 这一次我们打过 好 要看着自己的咒死条啊 要非常小心啊 好 好 拿完东西 这个房间没有东西拿的 没有负重可以 这里还有两只小恶魔的 哎 是一只呢 啊 两只 对 哎 这个雷电花也拿一下吧 再从梯子往上爬 再跳回来 这个房间我们是刚刚打过的 哎 不对 转左才对 好 好 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死亡台要了 再从刚刚这个梯子爬上去 好 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死亡台要了 对上来呢 这个部分挺麻烦的 上来呢 有没有看到对面有一个青蛙眼 上来呢 我们马上往左啊 已经被眼睛看到了 我看看啊 对着这边走 可能看不到 然后我们出发陷阱 但在这个位置他也看不到的 不会累积死亡 跳上去 摆左 跑到这个东西的旁边 我们呢 是打不掉这个东西的 挺麻烦的 不过呢 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可以拿的 噢 对了 别进飞刀 让他们打起来 非常好 同时打两只很麻烦的 他们还带粗血 OK 骑士雷电枪 这个星岛高非常的猛 用蓝有点多 不过还是非常的好用 特别是对付那些毒指令的敌人 上面有一只 右边也有一只 再写一个信息吧 前面要小心 右 另外一只也不来了 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打过的房间呢 就是有黑骑士那里下方 刚刚我们是跳的这个有眼睛的平台的 剑井就要顶上 拿完这个花就可以往下跳了 往右应该就是刚刚的房间 对了 刚刚呢我们是可以从对面直接这样走过来 但是你就会错过这个祷告 从现在看到了这个口口进来呢 走的路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往这边就可以做生姜机下去了 我先看一下笔记啊 好了 我们走进前面的这个通道了 都会开始有眼球啊 他是在这个通道里面巡逻的 我先等他过来啊 跟着他屁股走就行了 动作要快啊 一直跟在他后面 下去 然后继续再往前啊 嗯 然后往右就行了 这里拖的越久越麻烦呢 里面有一个豌豆厕所啊 要小心的 我们请他吃飞刀 好 好像不要过来啊 这里还有一只的 嗯 这个射手好像不喜欢打自己人呢 就算是中了这个 来了 出绝 然后我们再冲上去 哇 他这个后座率有点大啊 再往前头又有一个超级大的 豌豆射手 有没有看到啊 我们可以把 夜女的那把弓拿出来啊 嘿嘿在这里搞偷袭 哎哟 哦 他这个炮弹打出来 所以以后呢 还有一点余波的 而且他炸炸的 範围有点大 很耳电这个 我们找一个位置 他打不到了 但是可以锁定的 可以 好 用箭语解决 哎呀 非常方便 记得捡这个东西 好 捡完东西继续跟着路走就行了 下来拐左 哦 这里呢 有看到那个 会一直弹魔法的法师啊 我们把远程拿出来 先把它打掉 哦 施法慢 我们是足够时间 那个的 嗯 然后丢一下飞刀吧 让他们打起来了 哎呀 你怎么还在过来打我呢 你怎么还在过来打我呢 好 这里记得点东西 然后我们准备好去兽火把 如果没有去兽火把呢 其实也不能打 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跳下来拿东西的 哎呀 好吧 这些青蛙是可以不用打的 不用管他们 拿完东西就可以马上走 哎呀 这里是没东西的 路哥 我还是喜欢捶他们 嗯 上了以后呢 我们走房间的另外一边呢 哦 那是那个地方是吗 那里上去会有那个两个大眼球 如果他一过呢 我们就往上往前了 然后呢 我们对准地上啊 跳下去这道桥 好 打一下 这个花 再走另外一边 这里下去应该会死的 千万不要跳下去啊 哦 对啊 对啊 左边还有一只的 好 先等左边这一只过来 OK 然后那个 豌豆射手呢 他会 自己走过来被你打的 OK 这里会有眼球通过的 要非常小心了 等他过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开箱子 这一边应该是我们打过的 刚刚跑过了 所以不管 然后我们从这个小房间走 出来捡东西 这个平台就是刚刚我们打死的 那个法师站的那个平台啊 哇 我去看皮记的时候被怪偷袭了 里面是什么 我没注意看 然后下一个房间 也是要眼球的 我们先等眼球过来 可以准备一点死亡 才要的 哎呦 那个眼球 回来了 先拿东西 下楼梯 我建议啊 是等他回来 再往前的时候呢 我们跟着他走就行了 我只是累积一点点 那就累积吧 好跟着他走 刚刚呢 我们是在这里跳过下去的 跟着他走了 马上拐右了 好 清一下死亡的那个 累积 以后我们做升降机就可以下去的 接下来应该是在boss房间 这里终于都清干净了 我觉得挺好玩的 其实这种 感觉比本体的那些低枪目的好玩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打这个boss呢 又是死骑士啊 就是之前要对付的这个 不过呢 这一次呢 他是一把拿着一把大 打法差不多 拿一点雷属性的抗性吧 那加一点雷属性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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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危险的 或者我们找个安全的位置 再找大哥 幸好他门口呢 是可以重生的 啊 好烦啊 我还是一进去就到了吧 不管他了 应该没事吧 走好他的招式就可以了 好大哥打到他就把血回满 开始抗战技 这个哎呀 就是这招吸血的 又被他吸满了 这个会用柱子来打 这个会用柱子来打 好最后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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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一个新的视频 跟一个新的视频呢 这个斧子的加成呢 跟对斧是很相似的 好 完成以后呢 就可以回去入口了 先回去 哇赐福点有点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传送到最 南边 这个大洞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的 那今天呢 就先打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将会从这个大洞开始呢 这里下面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商庭地图的 把这里清理干净的 继续这个修理业的支线 还有把这里的BOSS给打掉 好的 不想错过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还有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你